3 Allah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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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rz 妈姨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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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蚂蚁没事 没事 哪儿来的蚂蚁啊 我不知道 我刚才睡觉前还没有呢 可能是刚才楼下那个人 你是说 那人把蚂蚁放下 然后什么也没干 又走了 有这可能 为什么呀 你又看到了 我听说 不过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会不会是我 我天天担心害怕 总觉得那个人会再来找我 他要杀的人是我 不是秋燕 秋燕是替我死的 因为要替秋燕报仇 是我对不起的 我不想死 我不想活 在孙虹家里 和陈梅身上发现的蚂蚁 和前几段的蚂蚁 完全一样 孙虹家的门原来是锁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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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抬头嘛 快点 快点 笑一个 太傻了你 真难看 昨天孙红订婚我都没去成 为什么 我上班呢 听说特别热闹 嗯 耿航长还请了好多大领导 这么热闹的事没让你参加是不是特遗憾 我是这么没出息的人吗 是 胡说 过来我跟你说 我今天听说有人要网上告耿长春 说上班马上就要派调查组下来 告他 告他什么 我怎么知道 这些人 哪个敢说自己是清清白白一点事都没有 就怕查 一查准出事 话不开始了 我给你说话你听见没 听见了听见了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在单位里 一定要少说话 少惹麻烦 听见了吗 我知道 我这不就是跟你叨的吗 嗯 酸鸿这两天 怪怪的 怎么怪怪的 我也说不清楚 你觉得 他跟薛成 我觉得他们俩撑不了 为什么 孙鸿不信任薛成 也看不上他 前两天啊 孙鸿让我陪他去了一个 怪怪的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薛成一个人老到这儿 神神鬼鬼 对了 他不知道到这儿来干什么 今天刚好咱们录过这儿 你陪我进去看 这事应该让高军来吧 不过我现在已经是半个侦探了 又在没问题 师傅 麻烦您在这儿等会儿 我们马上就回来 走走 走快 鬼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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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етр 碜 这什么地方 怎么那么湿呢 我们还是回去吧 都到这儿了 再看看 一下就窜出来了 你说我们俩胆是不是特大 啥胆胆 以后不许干这种事 知道了 想想我都好怕 没事 你说他们俩每天 谁都不跟谁说真心话 天天就是 你猜我 我猜你 这日子怎么过 那他们干嘛订婚呢 好像是薛成让耿长春跟孙红说的 孙红没办法再答应了 也不知道这孙红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下班立马回家别到处乱跑 走了 你吃饱了没 饱了 走 走 驾警察有什么好的 马上我就把你删掉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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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来了吗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就好 你现在有空吗 有事儿 我觉得 你突然对我疏远了很多 没有啊 没有啊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好吗 走吧 报告队长 进来 我查了所有的出租车公司 昨天晚上十点钟以后到过精神病医院的出租车有三辆 三个车主我都见到了 一辆是送一个上夜班的女护士 还有一辆是开车回家经过医院的时候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据我们调查是位医生 第三辆出租车是送一对父子去医院 好像是儿子的精神有问题 这些情况跟医院合适了没有 合适了 没有问题 这么说 他是打黑车去的 让黑车在门口等着 他得手以后又坐着这辆车离开了 我也这么想来着 所以呢 就多问了一句 送那对父子去医院的人说 他们到医院的时候 发现有一辆车停在门口 因为那对父子放了些东西在他的后备箱里 他是下车帮他们拿东西的时候发现的 司机到医院的时间是 就是死者死亡时间 全力以赴 查站辆车 是 您好像没来着 其实也没隔多长时间 只是这中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感觉隔了好久一样 是吗 你没有想到 我是耿长春的女儿对吗 你不是故意瞒着我的吗 其实我身边所有的人 都不知道耿长春是我的父亲 我的名字是我自己改的 我以前叫耿飞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 是还以我父亲为荣的 而且生活得很幸福 我从小就是那种很追求完美的人 说白了 就是很要面子 很虚荣的人 我也是个很传统的人 我很享受家庭 享受父母 为我带来的爱和快乐 可是 可是 我还是出去干净点 干净事 你干净事 那我 我是监视你吗 你干净点事 让人家滚上 他怎么说 你也太不像话 丢不丢 能 从那个时候起 我恨我的父亲 也恨我母亲的软弱 一想起他们 我就觉得耻辱 恨不得和他们断绝关系 真巧 跟上考大学 我报考了 离这里最远的一个大学 四年没回来过一次 跟他们也没什么书籍来往 只等我的表哥儿童童信 知道是他们的情况 那你现在为什么回来了呢 有一次 有一次 表哥给我寄了一张他们的合影 我突然发现 他们老了 你觉得 我应该回来了 其实 我一直是想回来看看 才做决定的 所以并没有告诉他们 一直到 知道表哥要遇见 但是 你还是不能原谅他们 不能介绍他们的过去 对吗 我根本就不愿意面对那个事实 那个情景对我伤害太大了 你知道吗 曾经有段日子 我都想自杀 我觉得 这个世界太非暗了 可是 你还是留下来的 我之所以留下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你 我 是你 请你原谅我好吗 你 你又没做错什么 干嘛让我原谅 昨天 在婚礼上见到你 从你的眼睛里 我看得出你在怪我 那只是个意外 我实在没想到 因为我跟你父亲 还有孙红薛成他们 经常打交道 实在太熟了 你真的不怪我吗 你还恨你父亲吗 我一直以为 我能容忍他了 毕竟他是我的父亲 可是昨天 我在婚礼上见到他 那个情景又出现了 我想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了 只是 你又看见我妈妈 我突然觉得 我对他太残酷了 其实他是没有错的 没想到 你还有这么多故事 我昨天要留下 你偏得赶我走 你看 永远不听我的话 怎么样 你再又怎么样 该来的人还是会来的 我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将来要好好地过日子 哄哄 我希望你 千万不要用敌视的态度来看我 好吗 我用敌视的眼光看你了吗 我真佩服你的气度 有本事你让我心甘情愿嫁给你啊 找耿长春当水客 你真能想得出来 我只希望你跟我在一起 不管用什么手段 我们是在一起了 可那又怎么样呢 跟订婚前还不是一样 我不知道更长什么 哪好啊 这么长时间的 你跟他就是断不了 我不知道你图的是什么 我图的什么你还不清楚啊 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他跟你订婚 女人怎么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这个贱女人 女人都是贱户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出去 我还没嫁给你的 你就这样对我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你逼你 你给我滚 要不然我马上报警 好好好 你怎么走了 原谅我 你走不走 你回去øy 有摊 你回去øy 你回去øy 我出去øy 你回去øy 那你回去øy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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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男的声称自己是刑警队的 到医院去问过陈梅住在一个病房 那这么说 凶手原来就知道陈梅住在精神病院 但是他为什么早不问晚不问 偏偏在咱们去的第二天问呢 这说明他知道我们去过 那他又是怎么知道咱们去的呢 先听我说完 医院的人就告诉了他陈梅的病房号 我问了负责陈梅病房的所有护士 他们都说这两天没有人去看望过陈梅 也没有发现过任何陌生人 他们住院处对于人有关的 也没有发现过去的那种 都说到什么时候 他们最近都在不断乱人 他就像是一个人一样的 词词的 有人一样的 他在词词上去的那种 你会跟他说明说 你会使用一个人一样 人会不会带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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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啊 少来吧 我还不知道你 真的没有 不说是吧 不说拉倒 我走了 说什么呀 让我怎么说 我恨我的父亲 也恨我母亲的软弱 一想起他们 我就觉得耻辱 薛诚老师 有事儿吗 没想进工作吧 没有 你的职机出样本了 实在谢谢你 我 我没签出 我给你找一头子人 他也非常喜欢你的事 我这对你工作忙 我也没跟你打招呼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对你都是一件好事 你不会怪我吧 没有 真是太谢谢你了 别什么呀 我只是起一个千千大小的作用 这是谁头 就点老板 叫郭勇 其实他输点钱 对他来讲没有什么 就跟咱俩啊 到书店买本书的感觉是一样的 是他来报上头稿我们认识的 文学还好证 这么着 等忙完这这儿 您介绍你认识一下 没有问题 他也急省认识的 这样 这个样本呢 你转身先看看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行 实在谢谢您薛老师 这样吧 我这书要真的出了 麻烦您啊 帮我写个序 再怎么说 这书能出版 功劳都在您 这个活我喜欢 我得好好想想再下笔 好吧好吧 那怎么着 好 我走了 再见 慢走 来 面包车被人丢在郊外了 就是目击出租车司机 看到的那辆 他没看清车牌 怎么能确定 那辆车就是呢 他说他记得很清楚 车后面右侧的灯是坏的 还扁进去一块 还有呢 我查了车主 他两年前 就把这辆车 卖给一个干个体的了 我也找到了那个人 可那个人说 这车已经丢了四五天了 因为是辆破车 罢不得他丢呢 所以根本没报案 这么说这条线也断了 老子 小子你来了 我告诉你 哪呢 学成来了 你怎么知道 他给你的司机找投资的人 这事我早就知道 他不让我告诉你 是要 不听说 不听说 是不听说 我自己找到 他找到 他也找到 那需要 进行 这 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我跟她说的时候 她以为我开玩笑没当真 听说这一次 是上面接到了群众的举报信 是吗 我昨天想跟你说来着 你没在 没想到公共组 下来得这么快 那我去找她 走吧 小长 耿行长在吗 好 好 我知道了 有什么事情 我会及时跟你沟通的 好 再见 你今天好像脸色不大好 上面派工作小组下来 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刚才那电话 谈的就是这事 不是经常要工作组下来吗 你紧张什么呀 有些什么事 也牵扯不到你 不是由我顶着吗 我听说 好像这次 跟上次不太一样 我的消息 不比你们听说那些准确 那好 你心里有数就行 谁负责接待呢 我已经布置了 你现在已经是科长了 有些事就不麻烦你了 嗯